紅暗空間使用紅色燈光 製造恐怖氛圍 加上十八層地獄 各種酷刑場景 民俗越變成超熱門景點 我先存在面 才會下地獄 家長帶孩子邊逛邊講解 上刀山下油鍋拔舌頭 地獄酷刑實體化 機械轉動還有 奇怪奇怪的聲響 完整走一遭 還真的需要膽量 做壞事的人 在折磨他們 很恐怖 我一定會告訴我的朋友 他們必須要來 訪問和帶孩子們 夏日消暑 大家從心裡發涼 就連彰化地獻樹 也取景南天宮的十八層地獄 奉勸壞人 拍樓不可以走 其中詐欺 販賣人口要被開副抽長 販賣毒品要受報同住 烈火烙生的處罰 透過善惡輪回的民間信仰 象徵法網恢恢 只要你敢犯罪 就會下地獄接受懲罰 而民間習俗開鬼門 疑似發生靈動現象 衛政經羅電廟方 在開啟五月門 讓好兄弟入境人間時 放五色豆的盤子明顯抖動 整個房子都會變成這樣 很像這樣 就很感濕 沒辦法在那裡很感濕 可是巧合或怎麼樣就 個人各有各的說法 難以解釋的現象 讓人嘖嘖稱奇 至於代表什麼意義 廟方說見仁見智 心誠則靈 也不要怪力亂神 記者張華雲林綜合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 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爭議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按讚